字幕視聰ax 出席 字幕視聰ax.com 字幕視聰ax.com 想要搶救 搶救 搶救 王毅川 我們要搶救 王毅川 王毅川算真有救了 這個年輕人名叫小賀 阿怎麼說呢 王毅川公開講 他說韓國瑜跟黃國昌 安全名單在哪裡 這兩位就在哪裡 但是他王毅川是 王毅川在哪裡 安全名單就在哪裡 這樣有記憶嗎 他們現在主打說要搶救王毅川打兵嗎 因為不分區排到第14很難上啊 那他說還要去到跟王世堅同台叫做 堅毅兄弟然後進國會對抗韓國瑜 可是你們如果通通都是這個立法委員的話 你去對抗同事到底要幹什麼 所以真的不懂這個民進黨在做啥 所以我們看網路上面在講說 韓國瑜現在是已經內定立法院長了嗎 就是你們真的是在起黨 搶救起黨小丑 現在居然說要搶救第14名的那個王毅川 每天在電視上 完全在耍寶 表現得奇奇的low啊 都要到立法院 搶救他拿個酒冊 每天要幫我做酒冊在立法院 他是神經病嗎 有人想聽到我跟韓國瑜對戰嗎 對大家知道韓國瑜已經當選了嗎 因為他是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 所以我現在都要拜託大家 想看我翻白眼嗎 立法委員是監督行政部門都不知道嗎 我真的是要提醒我們國瑜兄啊 不要去理那個神經病 你到立法院碰不到他的啦 你剛才聽得多low 全台助長叫王毅川 部分區排名第一叫沈柏陽 這民進黨怎麼會墮落成這樣呢 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的第一名 他的名單的第一名叫做韓國瑜 那韓國瑜過去的歷史大家都很清楚 韓國瑜是被高雄市民否定 被高雄市民罷免的縣市首長 他也是第一個 以縣市首長的身份 進到香港中聯辦的政治人物 那這樣的人要來當台灣的國會議長 要來當國會的立法院長 這件事情對台灣的國家安全 國際關係跟我們台灣對外的關係 都有非常深遠 非常嚴重的影響 所以我們希望拒絕韓國瑜 那我們一起共同團結守護國會 馬上被網友給打臉 網友就說你這個領9萬領11萬 你也都是跑第一耶 你真是太客氣了 你墮落的速度才是世界第一 當初在深遠這個南鐵東移 這個事情的是誰 林非凡 陳吉忠 詹順歸 是你們在深遠他們了 那林非凡你現在在幹嘛 你現在在幫戴清德助選 林非凡你的價值是什麼 郭友宜選擇了趙少康當副總統候選人 也選擇了韓國瑜當立法院院長 那換句話說 國民黨內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再也沒有本土籃 只有戰鬥籃 他又要戰審籍嗎 如果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黃國昌擔任副院長的話 未來立法院的狀況難以想像 就連這個許利民講 他說韓國瑜如果擔任立法院長之後 連同這些國民黨 這些廣大村里長 還有14個縣市的首長 還有中央政府都會出現不同調 出現架空台灣的效應 包含國防也會出問題 經濟自主也會出問題 民主自由通通都會出問題 有這麼嚴重 這誰 這陳菊 這是誰 這是當年大陸國台辦的主任張志軍 這是2014年在高雄 這是2013年 這個在大陸的天津 當時陳菊去拜會的時候 張志軍也跟他會面 這個是誰 謝長廷 這是董建華 當年香港的特首 他跟董建華見面 我會說謝長廷賣台嗎 那你是你說什麼啦 那是笑死人呢 民進黨你們不會抹紅是不會選嗎 因為我質疑政府的法條嗎 所以我就是中共同路人喔 我就是柯粉 超級可悲 腦殘 你最棒 你就做著零九萬的月薪 站著說話不腰疼 馮大副秘書長 先三本破書的大文豪 主控丁特 烏魯麻衣國基 這句在哪裡啊 如果你早打出我講這句話 我跪下跟你馮大副秘書長道歉 我每天辛苦賺錢 每天完全公安的心情 你能理解嗎 你摸著自己的良心 你摸著真的 你哪怕摸著自己的良心 想想 我書簡處理老瓜老弟 我每日每夜的工作 我就為了把電競戰隊扛出國 然後你停著九萬的月薪 在你媽媽的烏托房裡面 做你XX的牌子夢 你什麼東西啊 馮大副秘書長 先三本破書的大文豪 指控丁特 烏魯麻衣國基 這句在哪裡啊 但你心中除了英雄聯盟以外 所有遊戲都不是電競項目 也搬不上檯面 如果 你早打出我講這句話 我跪下跟你馮大副秘書長道歉 並且原地解散 一樣給你 如果你找不到說這句話呢 你馮大秘書長 要不要請辭道歉 還是你會捨不得九萬的月薪 嘴要臭 但是位子也要眷戀 是不是 我什麼時候講過這句話 我歡迎你提出啊 這鬼話講出來你自己信 12月4號嘛 你真的有12月4號 我就找12月4號的直播啊 我隨便翻一翻就找到這一段 台灣有聯賽嗎 現在台灣有人在跑跑跑嗎 除了爆歌以外 台灣有聯賽嗎 那如果沒有 你是不是應該先弄個跑跑聯賽 是不是應該弄個跑跑聯賽 喔 所以我認為其他的遊戲 都不配做電競 但我支持要弄個跑跑聯賽 神經幣 還要我感激遊戲橘子 我無主遊戲橘子怎麼了 他騙了我多少錢 欺騙台灣多少消費者 我罵他不行啊 叫我要感激橘子 你XX腦子是有問題是不是 你被詐騙集團騙完 你還會說謝謝騙我錢 感謝你 謝謝你騙我錢 謝謝 政府唯一指定委辦單位的 傅秘書長 竟然公開要求人民 要感謝 詐騙你的人 難怪台灣會是詐騙天堂 出發部花了200億 詐騙率年增21% 謝謝馮大傅秘書長 讓我知道 政府委辦單位 致力於推廣人民 向詐騙集團道謝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感覺我快中風了 权集團